印度尼西亚巴黎省政府日前发表公报表示 今年3月底是当地印度教的禁居日期间 请国内外游客不要赴巴黎岛观光旅游 据印尼巴黎省政府发言人表示 自3月31号早上6点至4月1号早上6点 巴黎印度教举行禁居日期间 该地的车辆不准通行 渔船、游艇、渡轮、飞机航班也停止运行一天 巴黎岛乌拉来机场以及相关的海港 均停止运作24小时 巴黎是印尼面积最小的省份 总面积为5780平方公里 总人口达到近400万人 其中信仰印度教教徒为84.5% 同时巴黎岛也是印度尼西亚最著名 且最具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 被誉为旅游天堂